朋友 大家好 我是冬少 我終於回到Youtube 開始拍片了 可能大家都比較驚訝 為什麼我突然間會開拍片 只能夠說 都發生了很多事 尤其是這一兩年 都發生了很大件事 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因為這件事 我也很大改變 我自己的人生 我剛才說 我不在香港 我現在在英國 在英國 我暫時都很安全 你明白的 因為我不知道整件事多詳細 我怕說得太詳細 我不知道Youtube能不能播出 又黃標 之前我一直看會不會Youtube黃標很多東西 結果可能很多東西我想說都說不到 現在我也持續觀察 萬一Youtube也黃標我很多影片 我想可能都未必Youtube拍片 可能就此完結 希望不要這樣 因為其實我也有很多東西想說 我希望Youtube不要有太多審查 我不是說要侵犯人版權 而是你明白的 就是Youtube黃標事件 不要說那麼遠 我想說一下 我現在到底在做什麼 為什麼我會在英國呢 簡單來說 我是走爛過來英國的 我現在就在一個 剛才說的安全的地方 我想也沒什麼人會找到我 我也不想有其他人找到我 總之我都安全 也沒什麼 為什麼要在Youtube拍片呢 因為有很多東西都想跟大家說 不單止是我自己的東西 因為陸續有很多社會上的變化 或者是國際環境的變化 都變得很快 我想是今年開始很多東西都變了 所以我想說一下 因為其實我很多年前開台的時候 我也想說一下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那時候有沒有那麼多人看這些東西 但是現在我觀察好像都 開始都多人會關心一下這些事事 或者是國際的事件 或者是香港的情況 我也會說一下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 可能你會問 我還打不打機 說得好像我現在不打機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打機 我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很喜歡打機 但是 我覺得有些事情怎麼說呢 你人生不只是打機 我剛才有說 就是現在很多現在新出的遊戲 不是很適合我的口味 真是很老實 沒有了以前的百花齊放 現在很多時候的遊戲 變得很單一的方向 發展方向 例如你電競 你電競看的那些項目 其實很多都是以前的LOL 現在可能有些新的電競項目 其實都是可能一對一的競爭 或者是小隊打四個 我自己喜歡打戰略遊戲 還有那些國戰遊戲 全部都要人多 我想很少這些遊戲 所以就 我有興趣拍的遊戲 都變得少了 當然不是說我不打機 之後都會打機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我想說多一些 一些真是 現在很多人都可能 關心的題目 還有我可能 都會說一下 做一下小其他的主題 這樣 那就 對 因為 都 差不多時間 我想我都不要一段片 講太多東西 這樣 可能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再知道我多一些想法 可以繼續留意我的頻道 我會再拍多一些影片 講多一些這方面的事情 總之就是想說 我現在暫時一切安好 現在都 行得走得少得 講得話 那樣 希望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多一些訂一下月 傳月 給朋友 這樣 功德無量 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